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 言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他再贤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 彼此和睦 耶稣讲这段经文 主要是讲到半岛人和半岛自己的问题 主耶稣在四十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可以半岛人 总不要使任何一个信主的小子 被绊倒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基本原则 接着在四十三到四十七节 又讲到我们面对罪的诱惑 应该有的态度 如果有任何人 事 物 会引诱我们去犯罪 我们就应当断然地切断与他的关系 最后在四十八到四十九节 主耶稣要我们看清楚 最带来的结局的严重性 就是永远在地狱里的可怕 然后讲完了这些 耶稣就带出第九章的结论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胃 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盐有调味与防腐的用途 在这里是指基督徒 在世间也应该有防腐和调味的效果 盐失了胃 古代犹太地方和中东各地所吃的盐 多数是矿盐或井盐 那些从矿场或井里挖出来 像拳头一般大的盐块 外层包着一层盐 犹太人在吃饭的时候 用手握着盐块 用舌头舔盐来取味 家中每个人都有一块盐 放在厨房中 吃饭的时候就各自用自己的盐块 等到盐块的咸味逐渐减少 到完全失味的时候 原先的盐块就成为石头了 于是就随手弃字 任人践踏了 所以盐失了胃是表明 如果基督徒 他本质上应该有盐的功能 没有了盐的功能 也只不过是无用的石块罢了 最后耶稣下了一个结论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意思就是说 基督徒本身就是盐 是要调和人际关系的 既然如此 基督徒之间更要彼此和睦 如此才能够见证荣耀神 如果基督徒彼此纷争 不仅自己会受亏损 而且也会绊倒人